枕上书收官,凤九虐心大婚,东华剖心示爱,白滚滚暖蒙上线。 在该剧中,凤九和东华帝君的感情有些坎坷波折。 前妻凤九付出太多,东华不知情,让观众心疼不已。 凤九和东华帝君的感情急速升温,两人还回到清秋见了父母,准备大婚。 之后的凤九怀孕也是很虐,在知道凤九怀孕后, 折眼给凤九两颗药丸,一个保胎药,一个堕胎药。 在凤九和帝君误会重重的情况下,凤九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保胎药,剩下了白滚滚。 知道凤九误会了自己,东华剖心示爱,用自己的半颗心脏做成了戒指。 但是凤九不知情,因为误会,没有要这颗戒指。 但是结局还是很甜的,在经历过重重坎坷波折以后, 东华和凤九化解了误会,破镜重远,古装仙侠剧三生三世枕上书大结局了。 凤九虐心大婚,东华剖心示爱,凤九东华破镜重远,白滚滚暖龙上线。 该剧还有很多的精彩看点纷纷来袭,等你一起解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